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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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男癌 自大 优柔寡断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总结的相当正确 是不是 但是这个三词本身之间有矛盾 通常直男癌很少优柔寡断 对 是吧 不 直男癌很多时候优柔寡断 就是对除了妇女之外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狮子座的人 我就是狮子座的 狮子座的人 自大 她的这种自大 你知道她表现在哪儿啊 表现在啊 她谁都得照顾着 是 她都生怕一个照顾不到 其实她 这跟你有啥关系呢 对 女性我发现是很敏感的 就是说你认为你要对女人负责任 实际是你的自大 看不起人家 对 你觉得你是上帝啊 你能为别人的痛苦负责任 你明白吗 这里边隐藏着的是自大 然后呢 因为她这种啊 什么都想照顾着 所以彼此之间肯定是有冲突的 经常摆不平 没错 因此就出现优柔寡断 你看 我替他们解释的 就是穿的起来 是连的 连的起来 连的起来 风唐你就是你呢 咱先说直男癌的定义 我又查了一下 因为来之前我也做点功课 据说呢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呢 它是非常自我 第二呢 非常大男子 第三呢 非常传统 这个是 是这么三点 我觉得如果从这三点来讲呢 我应该不能算直男癌 对 不能加癌 我觉得我充其量算直男炎 还没有到癌的这个 对 咱们差不多 咱们发点炎 对吧 给我们整癌症 所以我决定反击他们了 温道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的社会啊 兴起一个狂潮 说到处都在抓直男癌 一说啊 又发现了一个直男癌 他们就要群起而攻之 一举而灭之 你知道吗 而且网上还出现了 他们就跟我发 说如何灭掉直男癌 给女的支招啊 比如说 俩人这个夜情完了之后 是吧 这个男的甩他几百块钱 这个男的说 这个我会为你负责的 你就一个大耳光的抽过去 姑奶奶要你负责 我想不想包你 我还得掂量掂量呢 彻底就要灭掉 后来我给他们回微信 我发明了一个词 我说不要听信这些卵巢癌之的搜招 另一个极端 那你就是卵巢癌 对对对 闻到 闻到不是直男癌 我完全没这问题 我向来都是妇女之友跟同志之友 我这个 他是暖男吗 他 我也不算是暖男 看上去像 看上去像 实际上很难说 很难说 你过去半年给人送过多少次货 给女生送过多少次货 没有 送饭呢 你这个测验很好 也送饭也没有 送饭干什么 送饭干什么 我也没太想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暖男嘛 就比如说 这女生想吃点什么的 这个直男呢 肯定说 我请你吃 这个我恋人请你吃 然后全我付钱 然后这个暖男嘛 是给他做好去送过去 我没有 我都没有 我从来都是处于很孤僻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不会对女孩子做太多这种事 但是问题是 我也不会太想像直男那样子 要把他们全都给怎么样照顾好 没有 通常我跟女性关系非常非常平等 全都照顾好 只是问题之一般 我理解这个直男癌 其实主要还是现在这个女性 自主意识上升 她慢慢眼瞅着 你看小鲜肉这种词汇的出现 慢慢显示出一种女性的自我意识 就是男色也是色 对 女生也有自己的生活能力 对 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 对 从这个角度是没错的 还有一个 我觉得他讲直男癌的时候 就是 这个癌呢 是一种病入骨髓的一种病 对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反感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 就是这个直男产生的这个三观 离这个事实偏离太远了 就举个例子 这男的觉得他认为审美很好 其实从这女的角度讲 就是这个特定的这直男癌 这审美感觉一塌糊涂 比如说这男的认为他自己很强大 很对 比较自我嘛 然后其实从很多女性的角度来上 他就会觉得不符 这个落差太大 对 我觉得如果像梁文道老师 邓文涛老师 如果半直男癌呢 有可能还行 毕竟说 这个讲段子讲那么多年 毕竟这个 做这个文化做那么多年 你至少说OK 我有经验 我有一定的阅历学识 但有些可能十分之一 都不到二位的时候 非认为自己是 这个主意是 世界上最好的主意 最正确的主意 那是真的自大 那真的是很自大 自大 对吧 其实我觉得可以反对 这个自大 不应该反对自恋 自恋就像是 比如文涛说 我对东西花了很多功夫 我觉得我很明白这件事 我觉得我很开心 有种小自恋这件事 对 但是自大就有问题了 自大就是 他的对自己的看法 远远大于他实际 实际的东西 对 现在看来 咱们仨问题还不大 有问题的是周国平老师 我可没这么说 人家文化学者 你刚才说了 我拿 我只是说是文化学者 我今天本来要聊 避孕药 是你先处的周国平 那怎么回事 你说说看 周国平老师 你前一阵在外国 你不知道这事 周国平老师 我也不敢编造 就周国平老师 他一开始说了一下 他就说 在一个场合 不是 他这个微博 发了一通言论 他说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 自然之道 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 男人有一千个野心 自以为富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 女人只有一个野心 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 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 一个女人 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 那么不论她在痴情的恋爱 在愉快的操持家务 在全神贯注的哺育婴儿 都无往而不美 这话咱过去听这么好 没什么问题 是吧 结果被广大女性一通报罪 然后 周国平都把那个删除了 然后他自己又辩解 说在被网友讥讽之后 周国平又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 说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 我都赞成 女子才华出众 成就非凡 我更欣赏 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 成就再大 倘若她不肯或者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 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口 她还要辩解 越魔又黑 越搞越糟嘛 对 咱们也别光说周国平 最近一下 我发现她们女的是不是掌握世界了 现在 那她本来一直是吗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嘛 要不然咱怎么出来呢 对啊 不是对 咱出来之后咱管了一阵 现在她们还要管 出在之后一直到你上大学 不是都是你妈在刺的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怀疑 不晓得你觉得对不对 就是 我们看这几年 全世界的人口结构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本来 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时候 你们发现小学 尤其二三年级的时候 女孩子成绩会比男孩子好 是 一般都是这样 对 这一般就是因为说女孩比较早熟 用功 比较用功 比较听话 比较早熟 所以她成绩早比较好 男孩子后来成绩要赶上 是后来再大一点的事 但是呢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因为全球都有这种幼龄化现象 就人的成熟的年纪往后退了 就我们今天看大学生 有点像感觉像看从前的中学生一样 就越来越晚熟了 他们 随着每个人的晚熟之后呢 于是男女的这个差距也在延后 终于到了现在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就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 小学的时候女生成绩比男生好 到了大学分别不大 但现在这个延后现象产生的结果 就是考高考的时候 直到考高考了 都还是女生比男生成绩好 结果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能够上重点大学的 你看他的男女比例开始失调 在过去几年美国几个长春能大学 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越来越多女生入学 男生比例在下降 你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涮下去 那女人最后当然主宰世界啊 我觉得他刚才说的一点就有道理 其实就是说自大不好 但是自恋难免 就是其实你比如说啊 作为一个女人 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的 对吗 都是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 那你如果表现的太突出 你如果是个男性 你就叫直男癌了 但是你如果一个女性 把自己表现的太突出呢 就像现在很自恋 咱们见到有一些女孩 那就应该有点直女癌的特性 对的 对不对 比如像那天咱们还聊独生子女 他其实也是不是真的跟男女有关 还是跟人对自己的 跟人性可能更相关 是吧 跟人性更胸 其实转回来 我接着那个文道刚才说那个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这种问题 因为呢 我觉得男生啊 毕竟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有很大的压力 社会压力 说他要出人头地 他要做到最好 其实男的要追求牛 对不对 按北京话说追求牛 可是对女生呢 开始就没这点压力 可是你要对于男生 你要追求牛 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牛 那就大家是平 很平均的一个状态 你还是不能超出其他人 可是男生长期在这么一种社会暗示下 心理压力下 有些人就容易出现说 产生幻觉 即使他实际上不牛 他还认为自己超牛的不行 我要挺出这个架子来 就好像有时候女生有时候小时候是愿意挺出架子 说OK 我是见过世面的人 对吧 我见过男人啥样 实际上根本连手都没摸过的 那个就不叫牛叉了 你知道吗 这在男人的圈里叫二 叫二 枪枪三言秀广告之后见 这在男人的圈里叫二 这个冯老师说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咱们 还是要谈谈国平老师 国平老师说的更好 冯老师抱歉 就不能说 我随便念一段 我们都得服了 我先给你加一个前提 这个国平老师 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很敬仰的人 他写的那个泥彩的 那个研究 对吧 我都读过 而且长得也很帅 长得也很帅 对吧 是很有学问的 对吧 咱们都挺佩服 对吧 接下来你可以谈谈 这个 然后呢 这位大家很佩服的国平老师呢 原来现在给人 因为最近直男问题 给人栽出来 他过去写的文章里面 几句话 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具 女人用心灵思考 男人用头脑思考 不对 女人是用肉体思考 那么男人呢 男人用女人的肉体思考 这话写得太好 但重点是 去年还前年 邓正来去世的时候 就一个法律学者 社会学家 然后呢 他在南方周末上写文章 悼念他这个老朋友邓正来 那他悼念他呢 他这里面就说到 有一回 我们去他家里 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 这个有点悬啊 怎么带去我家两位女友 他语重心长 就讲这个邓正来 回忆邓正来 他语重心长的批评他俩说 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 国平啊 跟别人不一样 我阅人无数 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 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 然后布置任务 你们每人每周 还没有享受过 听完啊 你们每人每周 约他出来一次 要单独和他 找一个好的酒吧 让他放松 这什么朋友 然后呢 我很不好意思 然后国平就说 国平老师说 我很不好意思的 引用他对我的 意美之词 只是为了说明 他对我的不同 寻常的关爱 一位女友听后 感动的说 他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三个要是 别是跟别人说 我觉得你们俩 对我就缺乏这种友情 我们就没这个关爱 我们下回关爱 我们以后得关爱 关爱你 你放心 今天你本命年对吧 本命年 哎呀 关键你得带两个女友 给我看 你得带两个女友 我们肯定叫他们关爱 我劝你没有用 我要劝他们 对 那我就上不了春晚了 对对对 那个国平老婆 国平老婆 你修宇老师 你修宇老师 您在为的 我作为秋宇老师 还是要跟这个国平老师 来沟通一下 你刚才谈的 有点把这个话题谈偏了 你谈的实际是 是挺文明的观念了 我就是说 所谓的直男癌 我就觉得内核 还是在这 就是说 包括很多高知的男人 甚至现在有人说 白人男性 直男癌 一点都不少 你知道吗 就是 他骨子里透露出来的 这个东西 你看包括很高的知识分子 他大体都认为 男女有别 女人跟这个妻子 母亲 孩子 有一个社会定位 更多的 你应该往那边走才美 但是 你像有些 这个女人就说了 就说 世界的一切 都可以是我们的 跟什么特质 没有关系 我这个我同意 我也知道 我是深深的同意 深深的同意 其实男人跟女人 是有差异 但是 一 你要承认 这种差异 不是不可弥补的 不是不可愈合的 甚至不可以兑换的 因为一定是 有些个案 二 每个人有自己选择 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比如说 一个女的 就说 OK 我就不要孩子了 我就想做成 居里夫人 我就想做成 林小智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赞成 或者一个男的 因为转一点了 我正好有六个月 不能工作 因为非竞争 我发现 去当个司机 做做饭 然后去跑跑步 然后做一些 辅助性工作 也挺好 他们有一个词 叫什么 小确幸 小的明确的幸福 对吧 然后你转回来 一些男的 跟傻子似的认为 说OK 我要做成什么样 我要出人头地 我要成为世界领袖 我要带个千军万马 千万双手 在我前面挥舞 最后 你看他起高楼 你看他楼塌的 这不也跟傻子似的吗 我认为 因为有时候 看那个历史书 你经常可以看到 多少男的 因为追求表面上的 你会犯过很多 莫名其妙的错误 其实转一个角度 男的在这块 反而应该多学一学女生 女生产现的人性的智慧 反而应该多学一 所以这边 我没法 你把我像于老师那边 推我也推过去 而且 三观问题 而且我觉得就是 性别当然有差异 但性别差异 不应该构成 他们得到不同待遇的一个分别 就差异跟待遇是两回事 就比如说我们样子有差异 但是不能说 由于你长得比较帅或怎么样 于是这个考车牌的时候 你优先 这叫待遇 就是我觉得性别的差异 不能够构成待遇的分别 这个社会待遇应该是平等的 其实我觉得 你比如说像你们有知识的人 就是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会有一种基于理想或者正确的一种认识和看法 对 但是你说像我这样的 就是比较俗气的人 其实没有认真思考过 这个直男言是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所见所闻 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 但是这个环境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比如说中国这么多年来 男尊女卑 别人对你的期待 对 包括今天 妇女从总体人数上讲 她的受教育程度 她的这种社会地位 找工作 包括收入 包括买单 包括买单 我自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插下去 从小到大好像都是我买单 对 我也没问为什么 好像我就去买单 刚去美国的时候 还在勾大支AA 还要算 然后之后还乘小费 我就特别别扭 我说不是说我要 我要请大家客 就是我来买单吗 买了一辈子单 女生可能期待 就是女生就不买单 但是现在呢 我是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现在的 因为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主见 反而变得难办一点 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到一个商场 你是给她开门还是不给她开门 比如说我有一个包 你是帮她拎 当女生那包你不能拎 比如说有一个长者 有一个带引号的领导 你是帮她拎包 不让她拎 不帮她拎包 国外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帮我拎包 有时候可能你看不起我 你认为我自己已经老弱病残了 你帮女生推门 有可能你认为 有些女生说 你凭什么帮我推门呢 你认为我不够强壮吗 我不能管好我自己吗 反而呢 我想听两位老师 就这种状态 是不是还是要因人而异 你要看跟谁出去 或者可以有些一律的做法 比如说我去商场 或者什么办公室 谁走到前面 我不管男女 我都会帮她推门 就我本来就一律这么做 那就没这个问题了 没错 我跟文道啊 他这个人家是刘过阳的 那是一看就是 我们之间 你知道我们之间发生过一个笑话 因为我有一次跟他叫这个板 叫叫叫叫进 我说我认为啊 就是个男的帮女的这个开车门 是吧 实际上是给女人增加了更大的麻烦 因为你真的照顾女生啊 你应该先爬进去 因为女人有时候穿的很短的裙子 你开门她这么爬啊 尤其是你这眼神在那看 对 他应该让我先进去 对吧 但是后来文道一下就说 你看你吐憋了吧 说人家外国呀 是拉开车门以后 男人绕到那边上 后来我说 北京的出租车 那边你能上去吗 国情差异 千加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为了避免他们对我直男癌的攻击啊 我先出卖几个 现在这帮女的呀 好家全列出来了 你知道吗 说比如说文化圈直男癌四大金刚 你这是谁吗 四大金刚都来了 韩寒霸道总裁 张艺谋 以待宗师 然后高小松 这个白日梦想家什么的 然后这个李扬 晚期绝症 就那个松范英语 哦 李扬 还好没有我们安逸 没没没 还一名单呢 还一名单呢 就是说这个 叫什么来着 十八罗汉 就是有一种 至存高远型直男癌 代表人物 翻译家林少华 因为林少华的言论是 有男生问我上课之余 为什么一写那么多文章 我回答四个字 不做家务 然后这个 幽国幽民型直男癌 代表人物 清华大学社会学习教授孙立平 为什么呢 孙立平在重建性别角色中认为 中国最大的平静问题是人口众多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是减少妇女就业的数量 这个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人家全部的看法 还有谋福利型直男癌 代表人物 广东外贸大学副教授何光顺 复古型直男癌 代表人物 心儒家奇异虎 你知道他们要搞文革啊 搞大批判大街坊啊 不是 你知道现在 但是现在癌很多 我跟你讲 开阔眼界 不光直男癌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少女癌 跟这个刚开始 冯老师讲的有关系 就是你比如说 你那个故事是从哪周迅来的 你说很多这个粉丝啊 他一淫这个暖男 传说 其实都你也没问过人周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传说 说周迅从游泳池里出来 这个他的这个这个 丈夫了现在是 拿这个大语巾在旁边 等着 他一上来 给他娇小的生气 哎呦 裹上 好 你这些手别乱动 你现在怎么说了说了 还淫笑呢 你干嘛呢 这是 我想改吧 我想改弯了 行吗 就是 哎 裹上 后来有人就说 说你过分一淫这个 你也是癌 你这叫少女癌 少女癌就是老大不小的人呢 嗯 在潜意识里 还把自己当成一个 一个小孩的少女 公主病 对 公主病 就像你说的 就是像那个美国女的 不就是 就就就就说嘛 说什么人拿着大语巾在游泳池旁边等你啊 你爹妈呀 是 这是父母 这不是成年人 嗯 或者是超五星期酒店的这个救生员 我觉得这样 分还是分两层 就偶尔啊 男女之间 特别是亲密恋人之间 偶尔为之 很甜 对吧 你正好站在旁边 对 正好你也从那看本书 对吧 你从那看本黄书 然后人家一来了 你正好说抱一下 然后就 做出你的表情和姿势 对 无可厚非 当成职业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 所有的时候都这么期待 你每次游泳 不管你在干什么 他都希望你站在边上 他出带的时候 你你你去你去这么着抱他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 那叫太监 太监 有点 这是李贤英 取错人了 加错人 加错人 当然这可能女观众也反对 这也属于直男言的看法 其实我 我是说啊 我这个看过很多这个例子 我最后觉得有可能是什么 没有什么男与女 我见到的两两的关系啊 我其实往往不如说是强与弱 或者说是呢 主动与被动 这个你比如说你看有些女性 我现在也发现 他要强 甚至就是说 现在已经有了 他挣钱比男的多 那么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也确实会发现 这个男的对他特别照顾 因为首先因为这个男的也没什么压力了 是 对吧 帮着带带孩子 照顾家务 对吧 有些男的适应这个角色 适应的挺好 但是也有些这种视野心特别强的 或者野心很强的男人 你让他适应这样的角色很难 所以他干脆啊 找 他就找一个弱于他的 比如年龄小20岁的 那你知识人生经验 各方面都小 那么他就 他很难不形成一个直男癌的关系 对 关键在于般配 在于合适 哎 两人只要合适 别人 别说啥了 对啊 因为很多女人愿意跟这个直男 哎中老啊 就是一个喜欢被崇拜 一个喜欢崇拜人嘛 对吧 就像秋雨老师太太这样 有S有M嘛 什么样的男人 那今天来干什么来的 那我推广两位文化学者老师 那话讲的多好 这个周国平老师 于希腊老师 都是我很敬仰的 我也是 接着为您播出 游戏的重响 全球华人新春盛典2015 又找到般配的对象 对 但是我们应该羡慕学习 对